西班牙當選首相拉霍伊說 他即將面對的敵人只有失業 巨額債務和經濟停滯 除了少數的選票之外 西班牙這次的選舉 絕大多數的選票已經清點完畢 拉霍伊和他領導的保守派人民黨 在星期日的議會選舉當中 已壓倒性多數選票擊敗了執政的社會黨 西班牙人民黨將會奪得187個議會的席位 令到該黨的議席增加33席 社會黨將會喪失59個席位 在議會當中只有110席 拉霍伊奉勸西班牙的民眾說 在他領導的新政府著手收拾 西班牙的經濟爛灘子 治理22%的失業率 清除經濟衰退的風險的時候 不要指望會發生任何奇蹟 拉霍伊幾乎沒有透露他的經濟方案 可能包括的內容 西班牙選民指責社會黨沒有及時行動 來避免這個歐元區第四大經濟體的經濟下滑 西班牙選民主義 在旁邊的經濟下滑 西班牙選民主義